那現在你提到這個又有牽涉到國產疫苗 是不是可以跟其他廠牌混打 這當然也是沒有國際上的資料 那如果要考慮這樣的混打的話 以小組我想很多的委員希望有實證的資料的立場來看 大概也會希望有一個確實有做過這樣的一個實證 結果以後那再參考這個結果 決定是不是適合做跟國產疫苗 跟其他廠牌疫苗的混打的模式 所以我想這是在有關於混打的部分 基本上的概念都是一樣 我們就是要看到有好的一個實證資料 然後再給國人安全的一個有效的一個建議 那至於在剛才講 剛才講也一樣 那在國產疫苗還是一樣 我們要在HIP裡面來討論 那再來看看 怎麼樣來說分配會最恰到 但是現在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見 我們都能夠綜合的來考慮 謝謝大家 我又在裡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